国民党的副总统参选赵绍康 由于他身兼中广董事长 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参选徐瑞希 他也是公事跟华事的前董事 因此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上周三的时候 火速发函 要求公事、华事跟中广来做说明 到底该如何公平报导选举新闻呢 中广的部分在6号下午的时候已经回函了 表示从未受到经营阶层指示 或者是干涉影响 而且赵绍康已经请假 并且指定同事陈胜一来代理职务 好 挟带着台北大巨弹 雅锦赛成功开幕战的高人气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长蒋万安 副市长李四川 周日将会首度进到绿营的高雄铁票区 到时候呢蒋侯康会同台造势 好 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进来 也发送了最帅男神蒋万安 最强铁锤李四川预告 当然现在国民党也非常期待 港督会吹起一股万安选风 但是呢 说到了选战 我们还要来看到韩国瑜跟卢秀燕 都帮蔡壁如来站台 前立委蔡政员的分析是 韩国瑜跑去帮蔡壁如站台 卢秀燕亲自挂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 好 做了之后呢 白营的选民总是会觉得 好吧 那我回报你一下 总是会的吧 韩国瑜跑去帮蔡壁如站台 对不对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去保台北新北市 李友宜站台 为什么 就是都没有国民党候选 国民党没有派人候选吧 选举嘛 那只是没什么坏处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你如果说总统副总统候选 不方便去帮白眼人站台 我也讲不懂这什么道理啊 你不欢迎他来站台OK 可是你自己不去帮人站台也怪 就现在卢秀燕跑到前面 我觉得卢秀燕是所有的国民党 政治团队人的智慧最高 我敢跟他讲 智慧最高 他早就发现这种现象了 一直默默在经营 你看他亲自挂这个 蔡壁卢的竞选总部主委啊 那就是希望说 你们万一发现柯文哲不行的话 可不可以帮个忙 救援一下 当救援投手嘛 可是卢秀燕是花很长时间经营 因为你做了以后 白的选民总是会觉得 好吧我回报你一下吧 那总是会的嘛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参选 韩国瑜到苗栗帮立委参选 陈超明站台哦 之前他提到台湾六块机 这回韩国瑜他又提出了双胞胎发展 强调新竹苗栗会是台湾的未来 最重要的科技狼带 双胞胎效应呢 一定会让苗栗跟着发展起来 双胞胎发展 不是我跟韩艺员这种双胞胎 这两个人大家都不喜欢的 这是什么叫做双胞胎发展 美国进步 美国强大 旁边的加拿大跟着进步 新加坡进步 整个冲起来 旁边的马来西亚 印尼就跟着发展 香港进步 旁边广东跟着发展 所以新竹县 那天县长告诉我 全台湾二十个最有钱的纳税大户 十个住新竹 新竹科学营区整个冲起来 双胞胎就会影响到苗栗 未来新竹苗栗是全台湾最重要的 科技狼带 这个时候立法委员对我们多重要 协调经济部 协调内政部的土地 协调科技部 这个立法委员是代表我们 站在立法院帮我们苗栗 来争取未来三十年五十年的发展 这个地区会是全台湾 科技跟经济产业第一名的地区 最重要最重要 五十年前我们卖香蕉 有的人种绿竹笋 外销日本 一船的香蕉啊 到了日本 真辛苦啊 换一台电视机 换两台洗衣机回来 为什么 因为那是工业产品 我们卖的是农业产品 没办法 今天台积电的金元帮人家代工 一批代工下去 哇 我们可以换几百船的洗衣机 电视机 电名家回来 为什么 经济驾驶不一样 所以未来苗栗新竹的发展 是不得了的 如果中央山脉 28公里真的打通 台中 苗栗 南投 这是不得了的 好 立委参选 徐晓晓在活动发售面 遭到调查是否会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5号这一天 在新竹县的竹东成立后援会大会 当时有上千位的民众 为了抢免费的便当 爆发了推挤 好 有不少长辈为了抢这个便当 还差一点爆发了踩踏事件 党工甚至最后追加数百个便当 而且还发了兑换券 才让大家安心 人潮也慢慢的散去 接下来就来看到 徐晓晓举办户外开奖活动 这一回邀请到的是 谢龙介前来助奖造势 他一上台火力全开 抨击绿营说话不实在 栽赃抹黑 徐晓晓会选 在这个顺便说的民投情 所说的国际人 古古爱实在 对不对 对 不能这样像我们是 卡大实地 对手都说八成的 来到这 就他来这英港 他绝对不敢来 看到他这样 你也知道民进党多可信 吃到没人没人 七八年来 你才有更好康 他接着七八年 我们都没好康 只要他派黑的好康 龙中人自己在贪 好了龙中他的 这样还吃不够 水爪就让他吃了 他有光电这种生意 他的报仍受过啥 不可能 你的这 你的贪 一个派黑 升入二十间公司 一个派黑哦 啊他们又来的派黑哦 他们现在这样 用公司没出的合法贪他们的钱 结果这些光电的钱贪去 我们的台电共有 一单位里有四千块了 两斤加起来 要跟他一条 这六个钱赏要補 我们要補呢 我们要補呢 啊贪的钱赏他 他们太黑贪他 这个政府 吃了我们的肉 敲人敏的骨 守备社会 这要跟我一样 刚好而已了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他们要针对你呢 我说很简单 因为他们想知道 我认为他们想知道 到底徐晨新 拿到的这些资料 不管是过去陈时中 跟任期牵手 还是梁文杰去招待所 还是今天上我公布的 萧美琴的真相 为什么 徐晨新会有这么多的资料 我认为他们想要 透过监听我的手机 监听我的电话 去找出那个消息来源 这在我看来 已经是绿色恐怖了 过去民进党 很喜欢去批评 国民党威权 白色恐怖228 可是曾几何时 现在的民进党 既不民主也不进步 原本民进党的阴谋是 吓大家 他觉得 里长被找来了 会怕 民众会把找来了 会怕 怕了就不敢支持 不敢讲话 只能含禅消息 只能听民进党的 不敢站出来了 可是今天我看到了 包含在我竞选长部成立的时候 包含今天有这么多的人 都站出来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1月13号 用我们手中的选票 对抗民进党 大家要说对不对 对 太阳星全校 克肺一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一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一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一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一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